新北市暖色系红装瓦的新装高中 白色波浪型设计新装行政大楼 新装职业棒球场 这些公家建筑全出自 新豪建设董事长蔡佳福之手 是他从政时期所主导新建 63岁董事长蔡佳福 在当地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孝 因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我是真的从最基层的新装政工所的工友 担任到30万人口名选的新装市的市长 讲到政治经和人生哲学 蔡佳福依然充满热忱 英雄不怕出生地 只要你努力工友也是可以当市长 自小在新装老街长到的蔡佳福 家境清寒 但他并未被环境击垮 大概五年级六年级 就懂得去喂官家探钱 挂那个官家 一个官家那时候大概三毛钱 那我卖五毛钱我就赚两毛钱 小小年级就学会怎么做生意 念国高中寒暑假就去洗汽水瓶 连这样也可以拿到速度第一名 玉达高商毕业后 18岁的蔡佳福进到新装政工所当工友 当时还没有摩托车执照 就骑新火牌脚踏车 那要去送重要的一些行政机关的这个公文 送公文的经历为他的政商人脉铺路 也认识了现在的老婆 蔡佳福退伍后跟姐姐姐夫一起做会计 土地代书 到大学进修地震气馆 因缘即会我对建筑就产生了兴趣 所以我算是对建筑跟皇帝产这一块灵异 是投入的比较早 1982年26岁时被推派 并当选参选正名代表 民国79年 我当选新装市市长的时候 我当时是34岁 新装市第一栋有游泳池开放空间的案子 就是我盖的 我记得那时候叫天下一家 大厅进来是意大利栋式 当大家在盖工艺市房子的时候 我已经是在盖有电梯的 这也成了蔡佳福的代表作品 他从不避言从政就盖房子 反而善用建筑专业延伸到公共建筑 因为新装是自己成长的故乡 我认为一个城市的改造 都市计划跟建筑的美学真的太重要了 新装高中跟新装中心 在城市改造的时候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代表作 市长残联两届后 1999年选上立法委员 刚好又遇到921大地震 为了加速受损家园重建 他推动立法921地震重建基金 奖励容积30% 以及原地重建 9A地震倒下来的社区 全部用都市更新的条例 就用原来的建筑面积 加30%的奖励 让他们盖起来 9年前他从台北县副县长退下后 专心经营建筑事业 现在在三重所推的新豪漾 为范店型精致住家 采取四阶段不二价模式销售 每阶段涨一万元 新豪漾完全把销售的价格 阶段性的这个调整 完全透明公开 然后在自己公司的销售网站里面 他也坦言建商高获利时代已经过去 不求量多 用好建材 好设计盖房子跟客户结缘 比较优质的营造厂商 他还是有在继续经营获利的 很辛苦也很竞争 这29年一路走来定位也与时俱进 你的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市场定位是什么 面临到台湾高龄化社会 他思考到自己的使命 退休营华所或是中高年龄以后 先生或太太只有一个人在的时候 我们会盖一栋都会型的老人时尚俱乐部的定位 帮政府共同承担一些安养的老人生活的一些企业责任